本章主要讲的是 把拍屋点交之后 如果债务人又搬回来了 或者赞助人又搬回来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讲到这相关的法律议题 各位一定要有这种概念 其实所有的法律行为不外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时间 第二个就是费用 也就是你费用付的高一点 那基本上来讲时间就短一点 那或者说你费用付的方式低点 你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我举这样的例子为什么这样说呢 举个例子 假设你今天点交 房子已经点交的时候 那这房子就是你的 那可能你已经开始布置 或者你开始做一些其他事情 那你一定会放一些家庭用品进去 那现在重点是 万一又出现了一个人 就是不属于屋族以外的人 而且你又是点交后 基本上你已经有权 就是权重上是权力是你 实际上也是你 因为法院已经点交给你了 对不对 那现在重点他再回来 就两种程序 第一种程序报警 那就是有点类似小偷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因为警察一来 他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不构成小偷的要件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只可以用这下面四个罪 第一个是毁存罪 他怎么能进你房子 他要么不是敲破你的房子 或者敲破你的门 敲破你的窗户 不然就是把锁打开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的锁头可能已经毁存了 所以就有毁存罪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他住你的家 那他没有带走 所以不形成小偷要件 那可是问题是 他用你的电器用品 用你的冰箱 用你的电视 有可能 因为他可能 他就住在里面 就是侵占罪 然后再来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进去你家 就是侵入屈屈罪 然后再来你进去的时候 你彼此之间一定会有争吵 一定会有不愉快 一定会有恶言恶语 那这个东西就有另外一个 就是恐恶罪 那当你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想象一件事情 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说 反正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在法院再申请点交 因为本来就是点交了 可是之前程序已经完成了 那你如果要再申请一次 那费用就是千文之八 千文之八 然后基本上来讲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说 这警察一定会过来处理 因为侵入住居罪 警察会过来处理的 那所以说基本上 除了说假设被议来讲 你今天你可能在中南部买一个房子 那很久才回去一趟 那你今天发现了 那这个东西你可能就是要再申请一次点交 那当然除了叫警察来以外 那你还要去做这个动作 那这个东西就做提到有一点 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个人例子 曾经我在苗栗有租一个厂房给一家公司 那因为本来我们公司是用重电的 然后结果那家公司进来之后 它电力不要用到那么高的瓦数 它把所有的线都重新再签过一次 那就是小店嘛 那后来的时候 它因为倒了 那没脚付金 然后负责的跑掉了 那现在重点来了 我找不到人之余 对不对 那当然已经7月已经解除 因为我每份约 我都是公正 都可以静为强制执行 对不对 结果突然有一天 它突然跑回来 把我的所有的电线剪掉 那现在重点是 听说那个过程当中 还好像有一名员工 好像受了重伤 从那个上面掉下来 然后重点是 我去报警 警察问我 那我要报什么 那结果后来 法官找我 那更先了 法官说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检察官说 对方说那一条电线是他装的 那那时候因为我不懂法律 如果懂法律的时候 当然我有问过我们公司的律师 他有跟我讲说是刘志全妨害 而且那时候我也比较没有概念 不然讲一句难听的 我本来是重电的电 他给我犯成比较小的电 那这一条还是我的 所以他还是小偷 他是不是他装的不是重点 重点那是我的所有物 对不对 那结果后来的时候 这个东西很有趣 那时候给扶我就算了 后来因为我也离职了 所以公司后来法院叫我去出庭 我根本没那个身份 想说啊 这可能是老天想让兑换一条活路吧 后来我没去 公司也热得轻松 说没这件事 我说怎么可能会没这件事 我每天上班 我要打卡了 我出公差到云林苗栗 那是好几个礼拜 你不要开玩笑 虽然公司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也到底还挺有趣的 那这就算了 那重点是我们再换讲另外一个例子 当你今天在处理债权债务的关系的时候 我个人并不很认同后卫学 那我个人也不认同所谓的催眠 我个人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的话 你只要丑话讲在前头 你的估计性比对方长远 其实大多数的99%的问题都被处理 举个例子 我曾经在新竹有一块地租给人家做停车场 那各位知道 租给人家做停车场 其实最主要就是为了地下税减免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对方一定要能够有申请停车证 然后能够公众使用 结果好时不时 可能是经济不大好 他没有做好 还是为了他贪心想赚更多钱 他竟然把100多坪的空间改成洗车场 那现在重点来了 那股税局就会来查 说这一块土地的话 不适用这个地幕 那是不是我要给滑地下税 是签问之55 对不对 我就不可以适用停车场税率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这个 那一旦要滑的话 这笔钱到底要谁出 那我就把厂厂找来 当初其实我这签约签得非常好 我签约的时候我就签了 反正除了他讲得出来的费用 由我们公司出以外 其他以外费用都是由厂厂出 这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的时候 当这一个 我租给他的时候 我就挑明了 今天我出给你很便宜 就是因为这座停车场 如果你要带房子 然后做其他使用的话 那有另外一层税率 那假设比例来讲 你今天要做停车场以外的东西 那所有的责任都归你 所以后来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厂厂其实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条路 他要么就损失三十几万的税 这是相关费用 另外一个就是把所有的设备 从地下交起来 就是所有的洗测设备 那些管路 听说价值两百多万 我说你就只有两条路走 要么我们现在中止租约 那你死的很彻底 第二种就是 你把这一些我们的罚款 跟地下税的费用 缴缴 那我就当作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作不知道 下次你不要这样做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 就其实就这样解决了 反正 反正法外不要有人情吧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 其实很多房地产的问题 是需要高EQ的 就好像黄老师 他专业团队 那天我去跟黄老师请教 黄老师说 我们这个专业团队 做的都是一年以内的事 就是一年 他资金就是要回本 然后 而且他跟我提到一件事 他说 既然你的房子 已经产权已经登记了 对不对 除非你有其他的考量 那既然产权登记 而且解除战友了 讲一句难听的 你就可以拿出去卖了 对不对 你怎么还放到 让债务人又再搬回来呢 这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 这些做专业法拍的人 确实是非常的有效力 所以事实上也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在此分享给各位 我是张明尹 我是玩笑力宏龙作者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